10号早上我就把这个脚垫啊什么的 全部都拿出来 拿那吸尘器吸你知道吗 地下全部吸了一遍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车这些缝啊 什么的这缝啊 我全都吸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吸完应该不会再有蚂蚁了 因为我打扫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蚂蚁出现 然后我们就开出去了 一往外一开 好多蚂蚁又出来了 林女士提供了一段视频 天窗上有几只蚂蚁 她说9号提车那天 就发泄蚂蚁了 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 11号她把车开到杭州领城领克4S店 对方使用了诱试剂 当时蚂蚁消失了 可开回家后蚂蚁又冒出来了 我想说看一看有没有死掉的蚂蚁 我就回头看了一下 然后车座上面就好多蚂蚁 我当时头都麻了你知道吗 我就去碾去碾去碾 然后弄到了这个纸上 然后就拍给他们看看 您不否认客户说的 这假的一定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况 她在拍了这个照片 但是今天到我们店里面来 目前看了一下 就好像就是 它是003的出来 我确实也看到了 因为早上来的时候9点 9点钟的时候 车是我开进来的 林女士提供的照片显示 纸巾上的蚂蚁有几十只 目前这辆车停在SF店的技术车间 正等候检查 采访时 车身上空调口 座椅上都出现了几只蚂蚁 个头比较小 车子是 它不是说全密封的状态 那可能只有有一个 可能就是空调这一块的 这个管道或者风道 这个可能有可能说 它会进来 即使拆掉空调滤芯 上面没有蚂蚁 这辆车的生产日期 是今年7月21号 从四川厂家运过来的 方经理介绍 7月27号到店后 车子一直停在户外停车场 记者看了一下 停车场很大 地面是水泥浇注的 我怀疑里面有蚂蚁屋 什么位置呢 我不知道什么位置 因为它这就是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因为我们车里也没有吃的 你看我们车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然后我们都没有什么食物参加在里面 你说它一直在里面 它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 也没有吃的 它也不走啊 SAS店给出的方案是 通过烤漆车间的高温来排查问题 就是放在烤房里面 看大的方案 它是从哪个地方出来的 如果说大部分 比如说从中间这个触风口 或者从两侧的触风口 我们好判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仪器 伸进去看 它内部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不需要拆客户的车 然后为什么刚才说了 为什么说时间会有三天左右 这个时间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确定好 把车子里面没有问题的话 就没有住潮 或者是多干净的那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把车上做一个 整个的一个清洗 然后最后一天 放在这边 我们确认有问题 我们会把车子里客户送来 我觉得我买新车 你们就给我一个新车就好了 我现在就想换个新车 我不想要这个车了 太可惜了 找不到我们那样的一个 退换的一个标准 当然了 这个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再继续再去争取吧 因为今天电动 今天确实不在电里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到时候如果还有 我们再关注一下 我现在这个车 就已经很不想要了 我对这个车 有点心灵意 现场一番沟通后 最后李女士 暂时接受了 CS店的处理方案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就说詞é 证实 随 ME 我 证实 自己 证实